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风言风语 来到台北市的大道城码头 大道城码头每年都会办很多大型活动 尤其是七夕情人节 台北市政府每年都会在这里办大型晚会 很多人对这里并不陌生 不过 容我转个身 就在大道城码头的正对面 这条巷子叫做 不对 它不能叫巷子 这个地方它叫做惠德街 惠德街它曾经叫做台北华尔街 在清朝末年以及日本时代 这个地方住了非常多有钱的外商 和台北的富商 包括胡贤荣 陈天来都曾经住在这里 到底这个地方有哪一样有多有钱 我们一起去瞧瞧 跟着风格的小步 我们一起去认识台湾用脚爱台湾 我们一起去 乍看贵德街这条小街 你发现了吗 它只是一条宽约四公尺的狭窄单行道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它只是一条后街小巷 这没有人会怀疑 但这么一条不起眼的小街 它却是清朝末年 和日本时代全台湾最有钱的富贵街 别怀疑我们往前走 走到富德街73号 它是这条街上首屈一指的豪宅 我背后这条狭窄的巷子里 它所立的三层楼高的豪华洋楼 它是日本时代台北市茶叶工会理事长陈天来 它的豪宅 这栋豪宅由下往上看 你会发现它光是地基就有两层 明显垫得很高 这是为了防范淡水和淹水 地基上树立的是欧式的柱子 再往上看 还有欧式突出的窗户 这栋豪华洋楼的主人陈天来 他是日本时代 专门做外销包装茶叶的大老板 有钱的陈天来 不但在1923年盖好了这栋豪宅 更当上了茶叶工会的会长 长袖善吾的他 多角化经营 他不但卖茶、卖酒 还在迪化街开了永乐座剧院 蓬莱阁酒家 他卖出艺剂 陪上层阶级消费唱歌 把政商关系搞得非常好 再看一眼豪宅外墙的华丽雕饰 墙面上还有茶叶形状的陈佳佳辉 这充分反映出当时贵德街 也就是台湾华尔街街上的士生门 那股追求西化和现代化的强烈可求 这栋老豪宅 现在已经是短短500公尺的贵德街上 最具指标意义的历史建筑 他见证了大道城 网报式的发迹历史 很值得来逛逛 从贵德街往北走 临近环河北路一段的龟衰街 看到荣兴幼儿园的招牌 你只要勇敢的拐进来 龟衰街303巷里 还藏着一栋1920年完工的两层楼牙马 在我背后你看到的这个二层楼建筑 就是日本时代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红顶商人 孤显荣 他在台北的住家兼办公室 孤家他自动面对淡水和码头的豪宅 目前已经被列作古迹保护 在我看来豪宅前面又是平面停车场 这跟我去过的陆港孤家 以及彰化孤家祖坟都一样 主建物的前面它都是平面停车场 地势平坦一马平川 视线毫无阻碍 这就充分显示了当年红顶商人孤家人的气派 孤家在龟衰街的老宅分成了前后两栋 前栋的一楼是专门买办台湾官员的办公室 当地人称它叫盐管 前栋的二楼则是作为住家 前海基会董事长孤政府就曾经在这里常住过 不过悟患心仪的今日 孤显荣昔日身微显赫的豪宅 今天这充满了同志的欢笑声 因为他现在已经改做荣心幼儿园的校舍使用 但为什么是给荣心幼儿园使用呢? 荣心和孤家的关系可紧密的咧 因为孤显荣它字药心 荣心这两个字就是要荣药孤显荣的意思了 台北市民权东路上还有一个更大的荣心花园 所以以后你只要听到什么荣心荣心的 你就知道它一定是孤家的产业了 从孤家老宅再往重庆北路走 很快就能够走到保安街口 在这个街上也有一栋三层楼高 也很有特色的旧式豪宅 在我背后的这个豪宅也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 这个豪宅非常有特色 它的特色在于它的家灰是两颗大大的凤梨 这个豪宅的主人当年就是靠着生产凤梨和凤梨罐头发家致富的 这栋豪宅的主人叫叶金图 叶金图是日本时代金泰亨商行的老板 他们家的家灰很直白 大大的一个太字 两边生两颗凤梨 这种怂够无赖的表现方式 清楚明白地告诉大家 金泰亨商行就是因为凤梨罐头的出口量 占了世界第一位 甚至还因此获得台湾凤梨王的称号 不过凤梨一切致富的叶家 钱来的快去的也快 台湾光复以后 叶老板被台湾行政公署长官陈怡给活活气死 他的子女后代也都必居海外 这栋凤梨古宅几经转手 现在除了保留立面的古迹 它的背后已经变成了台湾最有文青风格的咖啡厅 吸引很多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消费 走过曾经媲美美国华尔街的台北贵德街 新日富可敌国的唐前宴 今日飞入寻常百姓家 只能说新家致富是人生的偶然 走向平凡却是人生的必然 人家说富不够三代 但你我不必酸葡萄啊 起码人家还富过 大稻城贵德街上的豪宅巡礼更告诉了我们 商人之所以崛起 其实是因为他们把握住了当下的每一个偶然 才能够累积成功的必然 下回到大稻城码头可以绕过来老街喝杯咖啡聊聊是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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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务